動漲二十九年的台鐵票價要喊漲了嗎 交通部長陳志凱在立法院備選的時候掛保證 他說明年春節之前保證台鐵票價是不會調漲 不過台鐵董事會其實幾天後 也就是在十月二十二號將再度審議新票價方案 台鐵產業工會就批評陳志凱率先自行宣布動漲 顯現台鐵即便公司化董事會也還是深受交通部影響 前交通部長賀成泰安也投書媒體認為台鐵董事會提案票價方案時 該有更大角色也就是要兼顧市場跟成本 部長在明年春節以前台鐵的票價不會去做變動 春節之前不會 交通部長陳志凱承諾明年春節前台鐵票價不會調漲 不過台鐵票價已經動漲足足二十九年 董事會九月十號首次討論調漲案 有投資報酬率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三個版本 用百分之三的版本試算 調幅大約是百分之三十五點六 而且隨著運距增加 每單位的里程費率也會跟著降低 不過當時遭到退回得補充資料 預計十月二十二號再度審議 跳過台鐵董事會無視董事會的這個討論 甚至也來不及討論 自己宣布說這個會動漲的這件事情 就讓我們非常明白 其實在公司化過後 董事會還是處處的受到交通部的這個影響 前交通部長賀成蛋也投書媒體 說過去的台鐵局都只看成本 提報票價方案 再讓交通部依乘客接受度提另一版 可是如今台鐵已經公司化 董事會應扮演更大角色 票價提案得兼顧成本和市場 未來不該再有台鐵版或照顧版 只該有公司版一版票價方案 票價的調整方案 我們還在做研議 做一些調整 我們做好以後會提報董事會 台鐵票價弱漲 勢必得提升品質和安全性 才有底氣 讓民眾接受 如果維持現狀 虧損問題依舊難解 不管漲不漲 都是考驗 華視新聞 黃澳天沈欣順 臺北報導 央行祭出了第七波的打房政策 也被外界認為是史上最重手的打房措施 那麼今天央行總裁楊敬龍出席了立法院 備詢 就被問到了房市過熱的情況之下 國內會不會面臨泡沫化危機呢 那麼對此他坦言說 民眾呢 如果拼命買房 確實會催化泡沫 而至於會不會有第八波的打房措施 楊敬龍則是說還要觀察第七波管制的效果 而對於先前神隱還有評比被降的話題 他也作出了回應 央行總裁楊敬龍終於現身 親自解釋 九號的記者會 當時改由局長出面 自己並非躲起來 只是他近期話題不斷 今年環球金融雜誌對各國央行總裁評比 他從過往的A被降為B加等級 楊敬龍照慣例習至如今 而央行先前祭出第七波史上最重手的打炒房措施 就怕掀起金融海嘯讓國內面臨房市泡沫化危機 只是隨著央行接連技術管制 房價真的有跟著下跌嗎 根據國際不動產顧問公司來訪 公布今年的全球房價指數 排在土耳其 波蘭 保加利亞後頭 臺灣房價年漲幅百分之十一點九 位居全球第四名居高不下 專家認為打房措施頂多造成 短暫成就量下跌 但工資原物料土地都在漲 房價更難跌 抑制過日房市政策是否見效 楊敬龍自己也不會延 需要時間來驗證 環星 黃仁英 台報道 我們來關注這起食安事件 是位在新北市板橋的檸檬草美食茶房 疑似發生了食物中毒事件 在這月十三號 有二十四個人到店內用餐之後 陸續有十七人腸胃不適 其中十五人就醫 對此新北市衛生局 已經要求店家暫停營業 不過業者說 他們說當天這些顧客 他們有自備生日蛋糕 懷疑會不會是蛋糕出了問題了呢 外皮煎到金黃焦脆 鮮嫩多汁的雞腿牌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在板橋經營二十多年的檸檬草美食茶房 是不少人的聚餐首選 沒想到現在卻爆出有人疑似 集體食物中毒 實際來到餐廳目前大門聲索 門前正在進行施工作業 告示牌上寫著十六號到十九號 因內部整修暫停營業 這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就發生在十月十三號 有二十四人到檸檬草茶房聚餐 點了飲料 鬆餅和炸物 十五號向店家反映十七人 身體不適 其中十五人就醫治療 症狀都是上吐下瀉 因此懷疑是冰塊有問題 但業者表示 其實當天他們還有帶外食 他們的話因為是慶生 所以有自備蛋糕來 他們喝的東西 就是品項蠻多的 就是沒有說重複很多 對 有冰的有熱的 然後奶類 茶類都有 從監視器畫面中 的確可以看到一大群人 開心幫忙慶生 業者澄清致冰濾芯 十月一號才剛換新 製作流程也都一樣 目前的話是 我們只有接到這組客人 有反應的不舒服的狀況 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有大消毒 對 然後濾芯那些都會固定化 那每天就是一定都會有清潔 衛生局在接過通報後 立即派員機查 發現有設備為保持清潔 垃圾桶和廚餘桶未覆蓋等缺失 已經要求業者限期改正 另外也抽驗冰塊 珍珠奶茶和鬆餅等產品 如果覆驗結果仍不符規定 最高可開罰三百萬元罰還 本案有十五人就醫以達暫停作業的標準 那本局以命該店加至十六日起暫停作業 在第二十年老店爆發集體疑似 食物中毒 究竟橄欖原來自哪 衛生局將持續調查要追出事發原因 華視新聞科 黃銘 黃榮欣北報導 好 緊接著來看到這一起漢人聽聞的 彰化爆發的隨機工人案件 在一名四十五歲的陳情騎士 他當時說他是下班要起車回家的時候 結果遇到了四十三歲的鄒信嫌犯 向他問路 他好像要幫忙 沒想到對方下一刻 卻是拿出了力氣攻擊 導致了這被害人的左眼球受傷 他忍痛將對方攔截 並且壓制住 過程當中 陳情騎士向路過民眾求救 而當時經過的五輛汽車 還有七臺機車沒有人幫忙 陳情騎士將對方推進水溝之後 再趁機打電話報警 而作案的鄒信嫌犯 當下也逃到了附近超商 不過還是被遠景逮捕 兩臺機車並行 騎在右側的是陳情騎士 他將騎在左側的鄒信嫌犯 軟結下來往對向車道路邊停 鄒信嫌犯 一下車就向陳情騎士發動攻擊 陳情騎士受傷 忍著痛反抗 兩個人在馬路上扭打 接著陳情騎士將對方壓制在地 並且對著路過的人求救 看到路人 請求路人來協助 就說他被刺傷了嗎 已經受傷了 陳情騎士的左眼受傷流血 當下求救路過的汽車有五輛 機車有七台 都沒有人停下來幫忙 陳情騎士怕對方再次發動攻擊 就將人推進水溝 趁對方掉水溝的空檔 趕緊拿手機自己打電話報警 而鄒信嫌犯也趁機爬出水溝 徒步逃跑 救護人員感到 將左眼受傷的陳情騎士緊急送醫 陳情騎士傷勢嚴重 很有可能有失明危險 可能會失明吧 後面失明了 工作怎麼辦 我也是要養家糊口的 陳情騎士說他當時從工廠下班 遇到鄒信嫌犯 對方問他說明天要不要上班 還沒反應過來 對方就持力氣攻擊 我怕他會再攻擊我 我就是要把他的追子搶過來 中間有人騎摩摩車過去 可是你知道我當下請人 幫我報警的時候都沒有人要理我 而鄒信嫌犯 犯案後被陳情騎士推進水溝 接著爬出來 徒步跑到附近超商 被遠景當場逮捕 據犯犯所述啊 他是因為之前工作關係 有被人家欺負 43歲的周信嫌犯被抓到時 身上有多處受傷 他向警方共稱工作時被人欺負 但為何趁問路時拿力氣攻擊 不認識的陳情騎士 還沒有向警方說明犯案動機 警方會再進一步釐清 華視新聞 而鄭大則是傳出了偷拍事件 遊民女大生十六號上午十點多 在大永樓二樓的性別通用廁所 如廁的時候 突然發現廁所隔板下方 居然伸出了一支手機 他驚覺遭到偷拍 請同學協助報案 警方來捕了一名二十四歲的理性男子 他自稱是鄭大校友 聲稱因為好奇想拍照收藏 訊後被移送法辦 可是鄭大上個月才傳出了偷拍事件 校方現在緊急加裝了 網狀隔板封閉門縫間隙 也會呢來會看 眼裡要加裝監視器 杜絕類似的偷拍案件 這樣子拍嗎 你是把手機伸過去是不是 黑衣男子蹲在廁所內 被對遠景一動也不動 原來他涉嫌在廁所內偷拍 被逮個正著 雙手上銬被帶回派出所 這名涉嫌偷拍的二十四歲 理性男子自稱是正大校友 面對警方盤問 坦承偷拍行為 發生偷拍地點 就在政治大學大勇樓內 今年三月才啟用的 性別通用廁所 一名女大生準備如廁時 居然發現廁所隔板縫隙 伸出一隻手機 塔利特跑出廁所 壓住門板 防止嫌犯逃跑 並請同學協助報警 理性嫌犯被逮後 疑似將手機裡的照片 刪得一乾二淨 神成自己是好奇拍來收藏 我自己真的都不在這邊像 就是因為之前有聽說 對 我平常在這一棟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去的廁所 所以那時候看到那個 新聞的時候有點 有點驚訝 我想說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人 理性嫌犯被逮捕送辦 並且查扣作案用的手機 送交見識還原 但性別通用廁所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偷拍事件 更有學生募集 其他疑似偷拍行徑 接電發生偷拍事件 政大校方也緊急捕破網 表示將緊急在廁所加裝網狀隔板 封閉門縫間隙 也會會堪嚴密加裝監視器 杜絕偷拍事件 再度上演 華日新聞 林宏傑 吳冠偉 孫永利 台北報導 已故導演秦柏林的兒子 秦廷環受邀到苗栗縣立圖書館演講 可是卻在演講之前 收到了承辦人呢 這個錯傳的訊息 內容寫著靠老爸魚硬吃一輩子等等 那麼事後承辦人請辭 主辦的苗栗縣教育處 還有處長跟科長呢 也自行處分 縣長中東景邀約了 秦廷環會面 當面向他道歉 而秦廷環也向中東景求情 他說希望呢 縣府不要懲處的這麼重 不過中東景強調 一切尊重靠機會決議 苗栗縣長中東景 握著已故導演 齊柏林的兒子 齊廷環的手表達歉意 很感謝縣長 就是為我出一口氣那種感覺 事發原因是 齊廷環11號受邀苗栗縣立圖書館演講 卻在演講前 收到活動承辦人的訊息 訊息內容寫 齊柏林導演的兒子30歲 靠老爸的魚硬就能吃一輩子 齊廷環看到訊息後 當場氣的直接走人 消息曝光後 承辦人已經請辭 教育處科長既過 處長自行處分 齊廷環認為 懲處太重 向中東景求情 幫處長科長說幾句話 就覺得他們 就是希望縣長可以幫他們重新處理 會不會因為齊廷環求情 懲處就有所改變 現在社會都在關注了 我也不能太懸失 當然前面已經求情了 那當然我想我們考慮會 那當然他們也會有所考量 我還是會尊重考慮會 不過事發後疑似有當天在場聽演講的民眾 在中東景臉書上留言說當時承辦人一路追著齊廷環道歉 追到電梯前被齊廷環大聲用五字經回應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腦袋一片空白 所以我也不確定我到時候講了什麼 那時候好像是因為他衝出來拉我吧 所以我就很生氣 是否有回罵五字經齊廷環輕輕帶過去 兩人的會面結束後齊廷環還直接下樓參加縣府反詐騙記者會 跟中東景並肩而坐 中東景強調讓齊廷環受委屈再次抱歉 至於承辦人是否有機會叙留 他尊重考機會決議 如果留下也會改掉其他單位 華視新聞有保證 羅代張吳兆青 劉光環SNG苗栗報導 白劍前世政判金華城畢案週刊爆料 說柯文哲USB內有記載 金融市長謝國良的兩百 再加上謝國良證實家族跟民眾黨有一些往來 檢方持續約談在押被告 17號提訓了柯文哲時任的進總財務長李文宗 還有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兩個人昔日都是柯文哲左右手 其中彭震生從16號開始就被連續提訓 今天已經是第八度 轉過頭等罰警直視才繼續走 彭震生一早現身北檢 這已經是他被押後第八度遭到提訓 這也是金華城案中徵訊最多次的在押被告 警戒在後的白衣男則是柯文哲時任 進總財務長李文宗 第二度遭檢方提訓 檢方偵辦金華城案 雖然扣了柯文哲的USB 但當中出現許多政商名人 除了東森集團高成 博弈教父陳英柱等證人外 都證實有捐錢 但在金流方面 似乎沒有太大進展指導 USB中以此有基隆市長謝國良的名字 並備註二零零如同審慶金一五零零模式 引發猜測是金錢還是時間 謝國良親自回覆 是家族企業跟民眾黨有來往 證實並非時間 檢方招到這個頭十六號提訓 柯文哲和彭正聲十七號再提 柯文哲左右手 彭正聲和李文宗 看是否能找到金流突破口 針對金流苦無線索 如今收收現金卻沒有登錄在冊 煙劍收網在即 為了突破柯文哲的防火牆 檢方火力全開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最近消息 最近有高中呢 發放了暫時青年扶勤同意書 這件事情引發了爭議 立委徐孝心呢 數號在教育文化委員會上 就拋出質疑 說這根本是讓學生進行軍事上的 勤務支援 對此國防部長顧麗雄呢 今天也對事件回應 他認為同意書可以演繹檢討 或是廢除 好的直播近日有高中被發現 校內發放青年扶勤同意書 而就是這一份同意書 引發家長和外界疑慮 教育部長正義要十五號證實 這是調查學生協助後勤的意願 和戰事沒有關係 但立委徐曉清就指出 父親問責的法院是移植民防法 而民防工作範圍 就包括支援軍事情務 質疑這是讓學生先進入編組 如果發生戰爭勾選同意的同學 就得進行軍事上的勤務支援 對於正義國防部長顧麗雄 稍早也有相關回應 帶您一起來聽 這個所謂從事軍事情務的 這個部分 這個先說明 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這個教育訓練的目的 應該就是說 在臺灣一旦面臨重大災害 或者是任何警惕狀況的時候 這些學生都能夠自救護救 這才是這個分譯 那至於這個相關的同意書 我認為可以值得研議來檢討 就廢除 不需要再有這樣相關的 這樣的同意書的這種簽訂 好的可以聽到部長陳青這次簽署 同意書內容並沒有從事軍事情務 也認為同意書可以研議檢討或是直接廢除 但前陣子賴憲德總統的祖國論或是中國的聯合力 建為臺軍演都讓兩岸情勢 有些緊張也難怪這份同意書讓外界有其他聯想 以上最新消息把新鏡頭交還給棚內 好 最新消息還要看到是台中焊響公司 砂路廠上午發生停電事故 疑似製造飛機零件的生產線 因為停電受到阻礙 廠區緊急聯繫臺電停了三十分鐘 財富電 那麼臺電尋常後發現會跳電主因呢 是因為有一輛挖土機在整地 疑似碰到了特高壓的導線 亦導致了這個跳電的意外 詳細的狀況 聖主播 承包國機國造永鷹號交機任務的 漢翔公司呢 去年十二月才有董事長率領四架 永鷹高轎機飛到臺東交機 完成去年度飛交十七架的合約目標 當時哦 永鷹號還編隊飛行在 漢翔廠房前面低空沖廠 而漢翔公司的下路廠區呢 卻在十七號上午八點五十三分的時候 發生了跳電的事故 那生產線的作業就受到阻礙了 漢翔公司沙路廠緊急聯繫 台電檢查 停了半小時的電 在九點二十三分的收復點 那台電初步檢視就找出了原因了 是因為這一輛挖土機 是民眾雇用要整地的哦 疑似就是挖土機的這個挖斗呢 碰觸到這個懸掛在半空中的 特高壓的導線 來聽台電的說明 那台電說呢 這條導線是特高壓的電力 周圍的住戶是沒有受到影響了 但是呢製造航太工業的漢翔公司 就是使用特高壓的電 所以當下就瞬間跳電 那漢翔公司低調表示 目前還在統計生產線的損失 受到影響的應該是坐飛機的零件 有可能像台電求償 那公司還在演繹中 以上詳細的情形主播